同学们好,欢迎来了第三节课 这节课呢,咱们开始这个程序的设计 程序设计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需求 我们上次说访一个北斗的上层是吧 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北斗上层的首页 大家注意看,它这里有个品牌街 我们顶级品牌街看一下 品牌街里面全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品牌是吧 它的品牌街呢,是独立于这个商城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形成成一个扩展或者一个插件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有品牌街 可能还会有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团购,还有这个微品会的这个秒杀 是吧,就一个活动秒杀 还有比如说,你可能还会做这个手机端的 是吧,就手机端的 还可能会做什么呢 做这个微信端的 所以我们在进行程序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些考虑到 把这些考虑到 好,我们打开一个 pep.xdphp.co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专门为这个项目配置的一个完成手册 因为我们做项目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忘了 所以我们这里做一些手册 如果大家有学到最后以后 发现前面有些忘了 可以过来查一下手册 我们看一下项目架构这里 三层是基于PHP5.0应用MVC模式 三层的扩展模式 三层的扩展模式是以基础加扩展的设计模式 三层只提供基础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的会员管理 商品管理 分类管理 而团个秒杀等应用 可以作为插件扩展的形式 并且支持在线安装扩展 一键更新的操作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以后的这些那种品牌接 什么团歌 什么秒杀 什么微信 我们都会把它当成一个扩展 每一个扩展都有一个独立的MVC一个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项目的一个目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根目录是吧 找到TP5是吧 好 这是咱们项目的根目录 根目下面呢 它是第一个 这个是公共模块 它都没有 是吧 我们建一个 没有的话 咱们可以建一个 是吧 这个是公共模块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咱们应用扩展模块 就是什么这个品牌机啊 团购啊之类的啊 咱们拿把它拿过来 先建一个 然后这个应用上面 它有自己的配置文件是吧 独立的配置文件 好 建一个文件 叫 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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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 点 PHP是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公共文件是吧 这个公共文件一般是存放函数的啊 一公共函数啊 如果你是做3.2.3啊 就是对3.2.3开发熟悉的话 都知道这个的作用啊 然后控制器 啊 新建一个控制器 所以我问T R O LL1R 是吧 然后控制器下面你可以装扩展 是吧 比如说我有这个 微信扩展 是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团歌扩展 是吧 还有一个秒杀 是吧 然后他们每一个都有独立的MUC是吧 所以我们这里要建一个建一个什么呢 叫 Model 还有一个 试图是吧 好 把它拷贝过来 粘贴一下 每一个都有是吧 你看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他们每一个扩展都有个独立的MUC啊 然后我们再回到前面的目录 引带个字 引带个字 什么目录啊 是咱们这个 你看我们访问一个 加 我本地的啊 反正我本地叫P TP5是吧 好 引带个字呢 就算他默认会找这个 控制器啊 你看 引带个字上面有个控制器 下面有个方法是吧 好 那有控制器一样的 他有Model是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试图 这样咱们这个也配置好了啊 当然他也有着什么 也有配置文件啊 独立的配置文件 还有公共还是 引带个目录的是这个什么是什么是这个三层的前台啊 也就是这个目录这个页面啊 引带个字 那么有引带个字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口碑份拿过来 叫 叫 IDEME IDEME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三层的后台是吧 管理后台 好 这样的话咱们的目录结构就很清晰了啊 很清晰以后 这样还不行 咱们得去 配置一下啊 比如说 我访问 我现在访问的是这个 IDEME下的 是吧 叫 IDEME下面的 然后 叫 引带个字是吧 引带个字 后面有一个 我们打开看一下啊 引带个字方法 这里改一下啊 这里是IDEME是吧 好 这里呢 我们直接让他返回什么 返回一个DollarZS 调用一个F1TCH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默认调用这个四屯啊 就是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拿去 并列这个四屯啊 到里面去 这里面应该有一个 叫引带个字的目录 是吧 然后有一个引带个字的文件 叫HT嘛 是吧 打开 我们输入一个文件啊 写一下 欢迎来到 来到北都深层是吧 好 我们访问看一下 刷新 嗯 报错啊 好 我们看一下代码啊 明明空间 明明空间没有写错 这里少了什么 我们如果自己写类的话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继承什么呢 继承这个 深刻 下面的 我们看一下啊 目录杰克 他这里有一个 你看 摸这 深刻 PHP下面有一个 Library 深刻啊 一定要继承下面这个控制器啊 你看在 这里啊 一定要继承下面这个控制器 好 引入 引入之后 我们继承 然后继承 控制器 是吧 好 我们刷新看一下 你看 欢迎来到北都商城啊 真的话咱们后台 啊 这咱们的后台是吧 这里改一下啊 这里是 后台 前台的话就直接这样写啊 也是一样的啊 以前我们的写这个深刻PHP3.2.3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写的 叫低斯普内是吧 赞金便利是吧 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负 TCH啊 他默认会找这个 印带克斯下面的控制器下面是吧 然后这里试图建一个 叫印带克斯啊 不用 不用去问大小姐啊 印带克斯电 H电话 好 嗯 少个点是吧 你写欢迎 来到北都商城前台是吧 好 访问一下 你看 这里改一下 改成印带克斯 嗯 这里有问题 这里要继承啊 跟刚才那个一样的问题 我们这些口碑过来 拿过来 拿过来 是吧 刷新一下 你看 这样咱们前后台就算搭建成功了啊 你看 是吧 好 前后台搭建成功以后咱们搭建这个扩展 好 点击APP啊 这个扩展 找到 然后找到控制器啊 我们以一个扩展为例 比如说秒杀 我们这里新建一个 叫印带克斯点 偏取P是吧 注意 手这么大写 然后我们以前写的怎么写的 是不是叫印带克斯点 可拉斯点偏取P是吧 在这个生个偏取P是吧 我以后他进行了解写啊 所以不需要写那个可拉斯了啊 好 我们把代码直接拿过来 改一下啊 首先APP下面的控制器 控制器是哪一个控制器啊 是主的这个啊 叫APP啊 以APP杠 这个开轴的 然后后面紧跟着我们的控制器的名字 叫秒杀 这种写法啊 大家注意控制器后面加个杠 再加秒杀 好 引入 引入成功以后 他默认会 找什么 是不是找些吗 这个APP下面的仕图下面的有一个秒杀 是吧 这里新建一个 目录 引带克斯控制器下面的什么方法 是吧 这里小写啊 这里大小写应该都没关系啊 好 叫 引带克斯电 HTM 拿过来 来 这里写几个字啊 叫 欢迎 使用 百度三层 微信 扩展是吧 好 我们访问一下 这里改一下啊 这里叫 APP 然后下滑线 后面是什么秒杀是吧 下面有一个引带克斯方法 好 看了没有 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访问了 秒杀控制器下面的这个 文件是吧 你看 好 我们在来看一下 那咱们的整个项目的这个就还完成了啊 咱们把最后这两个也写一下啊 后面这就快了 你看我怎么改啊 我只需要把它拿过来 你看拿过来 这里面改一下啊 改一下字 这是什么 这是团购字吧 好 再拷贝一份 微信 改一下 微信 微信扩展 好 控制器也改一下啊 这里叫 这是 团购字吧 嗯 然后 还有个 还有个 微信 好我们再改改变看一下啊 这里改成 微信 发现没有 欢迎使得北斗三层微信扩展 然后 谈个 你看 你看 这样是不是成功了就实现了这个多层mwc的模式啊 啊多层mwc的模式啊 好 同学们把下去把这个练习一下啊 这是咱们程序 呃这个设计结构啊 从下节课开始了咱们开始去写这个后台并前台啊 好 那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结束啊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